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先報告的亮點,除了是善養費和占養費 向越南,老窩和尼泊爾搶人財之外 當然另一個措施 大家會留意的 特別是有資產的朋友 就是減辣的措施 譬如買家的印花稅 防止炒賣的 額外的印花稅等等 現在就減了 也放寬了一些可以早點去賣樓的措施 不用納這麼重的印花稅 他對樓宇 是帶來好的影響 還是會繼續下跌呢 有人說是這種不湯不水的做法 非但不會令到這個樓市穩住下來 甚至上升 甚至會成為 這個駱駝 壓死駱駝背後 或者令到樓市崩盤的最後一根稻草 究竟實情是怎樣呢 怎樣分析這件事呢 我們就請來一位專家 當然找專家去說 說服力會好過我很多 這位專家 我一直在這個節目都會有訪問他的 就是財經策局的顏曝光 好了 大家看到施政報告 就講這個減辣的措施 我在網上看到不少的 一些分析都說這個減辣措施 不單沒有刺激樓市的作用 反而可能會成為 令到樓市繼續下跌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我對香港經濟都越來越有濃厚的興趣 對於這個 阿超哥 講完這番話 這個施政報告 有史以來最長的施政報告 對樓市的影響 究竟是怎樣呢 請來就是 財經策局的顏寶江和我們拆拆局 顏寶江 你好 深夜好 大家好 你不如簡單說起 有幾個名詞 叫SSD BSD BSD就叫做買家的印花稅 SSD就是額外印花稅 主要就是 還有一個叫做新住宅的印花稅 三樣東西都有改動的 你可不可以簡單說說 三樣的改動是什麼 還有影響會是怎樣呢 其實這些所謂的樓市辣椒 就從2010年開始 因為政府看到樓市暢網 其實是逐步引入的 大家其實比較會深刻的是SSD 就是額外印花稅 其實這個主要就是 針對那些所謂的炒樓人士 特別是之前 有些情況就是 那些物業成交都不是完成 已經有人所謂摩貨 就買了一個物業 就是一些短炒的那些 這個就是針對那些 所謂的短炒人士 就是所謂SSD 那大家記得就是 那時候是一個三年的感受期 就稅率大概是10至20%之間 那另外兩個就是 是之後影響的 就包括BSD 還有就是所謂新的住宅 從印花稅 那這兩個就是針對 一個就是 已經擁有多過一層樓的人士 還有一些所謂的外來人士 那其實這兩個稅率 之前都預期會減的 那就由現在的15% 它就減半了 減到7.5% 那這個就比預期的 是少一些的 因為很多人都要求 特別是商界和地產界 就要求全設的 那現在就中間落墨了 反而SSD就不是說 很有共識一定會減的 我自己之前預期都未必會減的 那現在它就又減了 由三年就減到兩年 那就是說如果你層樓已經持有兩年 那其實現在你賣出去 就不用再給那個所謂10%的SSD了 那所以就是三個稅率 但是大家就分得清楚了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新的處理方法 就是所謂海外買家就可以先免後徵了 那這個就是主要針對 其實相信大家都知道是針對那些內地人士 就變成他們買樓就可以不需要先給那15% 如果他真的到時不能夠成為香港居民 才後補這樣 顏卿,我聽完你這樣說 也看回師兄的報告 因為樓市跌了,跌到這麼高官 那你徵印花稅,成本大增 那些人就會卻步了 那現在減,但又沒有減了 中間落墨 為什麼會令到樓市繼續會下跌的 一個最重要的誘因呢? 其實這個分析是什麼? 其實我自己看是兩方面的 一個是供應,一個是需求 先講需求,就現在講的那個所謂BSD 和那個新住宅印花稅 其實針對需求那邊 就希望減低了那個稅務成本,減半 那就由15%減到7.5% 就希望可以增加誘因 就讓香港人可以,就是香港人很喜歡買樓 那就買多一層,收了也好,投資也好 或者給一些外來人士或者公司客 那這個是增加需求的 但是他增加需求又不是增加了 因為他的稅率仍然是7.5% 在說樓價7.5% 以現在香港那個樓價這麼高呢? 其實這個都不是一個小的稅務負擔 那另一方面我覺得就是供應的方面 就是剛才說SSD那裡 那為什麼會涉及供應呢? 大家知道其實SSD現在其實是變相 根據自己政府的數字呢? 是七萬幾個業主呢? 會是因為這個放寬 由三年變兩年就鬆盪了的 其實就是變相令他們現在賣樓呢 是可以不需要給那個 那個額外人發送 10% 10% 那其實這個其實反而是增加了那個誘因呢? 是令他們去減持物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大家記得如果是三年前 那個樓市狀況 在2020年呢? 其實樓價正值是高峰期的 那如果看回政府數字呢? 其實現在的樓價比起那時候呢? 是由高峰跌了16、17% 那變成這幫人 其實他們那時候是高價 幾乎是摸頂的 買入一些物業 那很明顯了 現在他們其實是 變相是一個帳面上是輸了錢的 那不要忘記了 其實很多這些買家 是不是買二手樓的 很多是新盤來的 新盤的日價呢 比起二手樓 當時可能是說有三、四成的 那你可以計算到呢? 其實他們那個帳面虧損是挺大的 但是有個擔心就是 其實這些人 現在面對 大家知道樓價仍然都是向下行 這個下行周期 因為主要其實 就不是稅務的問題 是利率的問題 因為美國公式 估計明年都會維持長時間 那如果在樓市下行周期呢 這批鬆綁的買家 就很大的誘因 就盡快沽了自己的物業 是令到自己那個帳面虧損減 變相增加了潛在 說七萬多個供應 你現在其實說的 新盤的貨幣已經超過兩萬個 是二十年新高 你現在不是沒有供應 供應其實是開始過程 那其實你兩邊合起來 就是一個供應一個需求 你見到就是 你是增加了供應 而同時的需求也不足 那兩個結合在一起呢 其實就會擔心 反而是對樓市 變成了一個負面的情況 如果反過來做 是不是應該把剛才說的BSD 和新的住宅的印花稅 全面減掉 是這個額外的 然後就是那個SSD 就是禁售期呢 仍然是繼續維持三年 甚至是加拿 可能就是供應那方面減少一些 然後需求那方面呢 就可以有個誘因給它增加 是不是這樣 就有機會救到樓市 還是是現在的環境 做些什麼 樓市都是救不到的呢 這樣 就是樓市下行 就有很多因素的 那一方面供應增加 另一方面其實剛才說 高利率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現在你說的那個按揭利率 你已經升破四厘 甚至有些中小銀行去到五厘 就是說實際的按揭利率 我記得我走的時候 供款利率都不用一厘 那你變成其實看到 利率的負擔其實是升了很多 那這個其實才是正正主導樓市 就是過去一年幾兩年下行的主要原因 那你政府作為希望穩定的樓市 他自己就說不是希望樓市升跌 那你增加了供應在樓市下行 其實增加了需求 是最主要的手段 那所以全設減BSD 和那個新住宅印花稅 就應該是一個合適的方法 但現在它又做不完 它只是中間樓盤 就是很 是不是因為擔心政府庫防減少呢 那這個 我猜是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那反而SSD其實主要是禁止一些炒樓的買家 那這個其實過去那幾年 十幾年大家都看到 其實香港完全沒有這些短炒的情況 是絕跡的幾乎 那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是適當的 就是應該保留的 其實應該保留這個做法 但現在你又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有些人投訴 或者是應該有個說法 就是一些發展商 因為現在他們很多正在建的樓盤 都重防的 那因為大陸發展商是起樓花的嘛 那所以他們如果是 譬如它的物業是兩年後已經落成 就是所謂的關鍵日期 那現在賣樓呢 變相就是說 你現在買了兩年後落成 你就可以鬆綁了 那也都有這個說法 那是否幫發展商散貨呢 那我有一點點懷疑 那所以其實你這樣一個措施 它自己就在中間落 但是其實就變成了 就是兩頭都做得不好 反而是令到整個樓市措施 就是有好心做壞事 我覺得是 你變成是可能 反而是令樓市 是有一個加快調整的步伐 最近有一個現象 我看你寫的文章也有說過 就是有關於洩讓盤 多得很重要 那就是說明呢 就是所謂拿了貨的人 可能有一部分是 不是自己住的人 下來投資的 也有一部分是移民的 一直都賣不到 那現在沒有人去忍痛要賣 因為賣了才走 譬如在英國的稅那裡 就不用納這麼多 或者甚至不用納那個所謂增值稅 那這個蝕讓盤大幅增加 是不是說明那些人都不等了 不等它升回了 忍痛割愛 止蝕 這個是不是都看得到 這個樓市其實就是 一沉不起的機會是很大的 其實大家記得去年樓價就跌了一成半 其實今年第一季因為通關的因素 其實第一季樓價是急升了7% 但是很快這個7% 其實剛剛到上個月9月的時候 全年那個升幅都全數蒸發了 就是今年變成 就是之前那個升幅就沒有了 那這個正正解釋就是 過了一段時間 就是有些業主本來是想著 看定些 等我樓價再升多些 那你始終就是講的是幾百萬 甚至過千萬的資金來的 大家都明白那個心態就是 就是等我樓價好才買 但是很明顯現在是等不到 那樓價開始回落回到去年年底的水平 甚至有些大行股 明年的樓價會再跌到一成 甚至一成七 那作為業主我明白的心態就是 開始見到樓市下行 就應該都想盡快套現 始終是一個比較大的資金 那我見有一些地產代理統計 就說九月份那個虧樣盤的情況 說的是買五間物業裡面有一間 就是兩成左右都是虧樣 那這個比例就是十幾年新高 也都很誇張 那這個可能是解釋到樓市開始 就是有些買家面對 但是業主面對現實 就寧願是減價 是盡快把自己的房子賣走 那我留意一些樓市成交 現在似乎不是單一或者是個別 由豪宅以至到所謂一些中小營 甚至是一些龍頭屋苑 講的那個情況是五六年前買入的單位 現在都要虧樣 那這個就很誇張 就是見到其實那個樓價調整 可能當年是比較高追 那但是如果是五六年前的 物業都仍然是要虧樣 其實就那個情況就很嚴重 也都擔心接下來這一季 應該很快是十月底 就會公佈新一季的負資產數目 估計會重上去年年底那個 所謂一萬宗的水平 那這個對整個樓市 無論是虧樣盤 減價盤或者是負資產 其實都是一個負面因素 這個反而會影響到樓市 可能會加快調整的跡象 那如果今次這個減辣 所謂中間糯米 其實就是不湯不水 再加上SSD 又這樣做法 是不是令到這個下跌的趨勢 看來都沒有辦法停止呢? 最少短期內 我相信也是 因為大家都留意 就是美國的利率 雖然大家去年早一陣子 很多人都說明年開始 好像那個利率見頂了 很快會進入減息週期了 因為美國開始見到經濟一般 是否有些軟著陸 甚至硬著陸的情況呢? 但是似乎由聯儲局的表態 就是他們仍然首要關注 都是通脹的問題 而大家留意到能源家家 因為尾巴那個衝突 也都地緣政治的問題 是再次回升 那這個其實對聯儲局整個利率走勢 似乎沒有大家預期這麼下觀 明年就真的可以減息 甚至乎高息可能維持一段時間 那這個對整個香港的樓市 會是比較大的負面影響 更加不要忘記了 就是香港那個利率 其實現在和美國 如果用優惠利率計 其實仍然都有近四厘的差距 那會不會當資金持續流出香港的時候 大家看到銀行貸易結譽 只剩下四百多億 然後三千多億跌下來 那會不會變成了 其實香港銀行需要追加利率呢? 我們看到過去一段時間 譬如匯豐這些龍頭大行 在沒有特別的情況下 是突然間加上那個按揭利率 新造按揭利率 50點指即是半利 那你見到其實銀行 是有加息的誘因 那如果在利率持續上升的情況下 其實對樓市那個影響是相當關鍵 那剛才說這些這樣的政策因素 加上就是發展商本身那個 因為他發展商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他仍然都要面對很高的借貸成本 特別好像新世界啊 新地這些 其實他們那個利率 利息的負擔都很沉重 他們很大的誘因 要將自己手頭那個貨尾 或者是一些新樓盤 套現 套現 要減輕自己的財務壓力 盡快減少錢給銀行 所以他們是有因是會有 大家看到其實施政報告前後出的那些新盤 其實都沒有說 因為有利益消息而加價 反而是貼近市價甚至是比市價便宜 那如果這個情況繼續蔓延開去 就算二手業主自己的持貨能力多強 當一手發展商是不斷降價的時候 你都是要面對現實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是賣不走自己的樓 嗯 我就留視你講到這裡 看成分施政報告 我們拉闊一點來看 我記得施政報告之前 中原地產的創辦人施永青 就寫了一篇長文 就說 喂特首 你可不可以在施政報告上 為香港指名路向啊 究竟香港應該繼續靠近西方 還是一帶一路的國家這樣 嗯 那我看完施政報告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覺得施永青也可能會失望 嗯 就是因為那個路向很清楚 可能指名了都不定的 就是繼續向這個一帶一路的國家 靠籠而就遠離西方 你是不是這樣看呢 其實 我看到也是 我看到其實施老闆 就是施永青 在施政報告之後 接受自己媒體 自己的旗下報章的訪問 他也有不斷重新說 就是他由鄧小平開始講起 就說香港是應該走開放改革 就是中國的一線對外窗口的 沒有理由走回頭 但是很明顯 特首在施政報告 用了整份報告去回答他 那個路線怎麼走 我們既要不斷重視國家的更安全 也都不斷強調一帶一路 和國家的融合 其實就很明顯已經 就是用政策和行動 就是告訴施老闆聽 就是不用心存幻想了 基本上 未來我們只會更加和國家對接 包括是一帶一路 我們先向老窩 向尼泊爾搶人才 這個真是非而所思 真是爭辯 真是不知道誰是天才 真是不明白 真是很難理解 這些人才怎麼會適合香港 就是我不否認他們有很多聰明的人 越南也有很多聰明的人 但是這些人才是否適合香港用 香港的優勢 香港的善長 是在金融 是在創新 就是他們那個能力 跟我們是不是匹配呢? 另外你見譬如 在那個大專學院 他又將那個非本地生的名額 由兩成增加到四成 你說的其實很誇張 你說的每年新入學的大學的大專生 你說的會由 現在是1,000人左右 變成6,000非本地生 9,000是本地生 其實這個比例是很重大的田徵 對本地學生是很 就是很大的打擊 還有你不要忘記大學 雖然就是 非本地生的學費比較高一些 但是仍然都是收不回成本 大學的津貼說的是 遠超過他們的學費水平 所以其實整個配套 你見到就是 就是更加意向 和國家對接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北部都會區 你說的它會是大力投資發展 和國家對接 那這些其實所有都 就是同行動話給小老闆 甚至是商界聽 其實就是未來你都不用幻想 就是會減少這方面的影響力 會只會是一步一步 將我們的重心 就轉移了去 就是同國家對接一帶一路 就是這個其實很悲傷地說的 香港就不是一個國際城市 幾乎只是一個對外的中國城市 但是從你的角度說 是不是李家超都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所謂遠離西方 這個客觀事實 不只是你遠離他 要反過來西方都遠離來 是不是 你看到那些盡職審查的公司 撤離香港 有很多的外資也撤離 公司總部搬去西加坡 什麼家族辦公室 新加坡就多多益善 是人家離開你 人家離開你的話 你都要自尋出路 香港的出路唯一可能就是 祖國和一帶一路而已 那是沒辦法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 是否從這個角度看 他都沒有辦法的 雙腐雙食 其實你自己又不斷強調 國家安全 接下來有23條立法 我看到有些報道都提到 就說過去的外國商界 就是如果回大陸 公司建議就不要拿自己的手機 或者設備 用一些所謂清水機 太空機 太空機 現在開始有些說法就是 香港這些外國高層 都不要帶自己的設備 用太空機 這個就很令人失望、沮喪 因為香港應該是一個國際城市 你應該對外來的商界是歡迎 令他們減少憂慮 但是現在你的做法 雖然你說香港繼續有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你從所有的證據看到 包括股市 包括國際IPO的集資 包括地區總部 最新你說現在要做一個總部經濟 在資金部局裡面 但是總部經濟針對是什麼呢? 我看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 他們是向內地的央企伸手 就是希望內地的央企來香港做總部 來香港做總部 就是完全是 狂嘴滾狂雨 真是很令人取喪 就是你自己把整個重心 shift了去內地 而與國際分離 好像市老闆所說 其實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商界的最後立喊 我覺得 就是這些情況我們可能一早會看到 但是連商界都要這樣出聲 其實就正正告訴全香港市民 其實未來那個路向 和過去我們幾十年 香港發展出來的優勢 已經不是那條路線 這個當然似乎是 你好像森爺所說 李家超都沒有得選擇 但是其實所有政策都是 就是其政府造成的 那你不斷強調國家安全 不斷甚至乎現在寫上去說 軟對抗都會是一個很大機會的罪名 那這個其實是很令人沮喪 也都是喪失了我們的能量自由 資訊自由 甚至未來我們的經濟自由 是否都會受影響呢? 這個是很值得關注的 最後想請教你 就是可能李家超或者中間政府 都知道香港很難做到的 國際金融中心了 都是做到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中國的其中一個金融中心 但是現在看到 連在香港的集資IPO 都跌到第八位 就是輸了給上海、深圳 好像連印度也輸了 印度、印度、印尼 都輸了 印度、印尼都輸了 那做不做得到一個中國的金融中心呢? 你的評估是怎樣呢? 連IPO都輸了 那始終我們都有一些底 坦白說 仍然都有個集資的市場 集資的功能 但是反過來想 就是上海和深圳 又會怎麼看到香港呢? 特別是上海 大家知道 上海人本身都很自傲 他們也都以自己的金融中心發展來自好 那以上海來講 仍然都是今年頭三大 甚至應該是最大的集資規目 那香港如果要成為 只是成為一個內地城市 而面向國際和上海的競爭是怎樣呢? 這個坦白說 我也覺得沒什麼信心 其實很多內資企業 他們不是放棄內地市場 他們不來香港 只不過是他們知道內地市場 其實是不可以放棄的 因為實在太大了 最近傅克 Tim Cook都去內地 去看他自己 蘋果的手機 推銷 總之都去推銷 他們不會放棄內地市場 不過他們不需要利用香港 這個中介的金融中心 本來就直接回內地了 你看到很多好像LV那些 其實都是把地區總部回到內地 那你見到的情況就是 如果香港自己都放棄了 所謂一些普通法治資訊自由 其實跟內地城市競爭 我看不到我們的分別很大 甚至於舊內地競爭 我覺得這個都是香港好像一邊講 相當悲哀的地方 多謝你的分析 非常詳盡 大家討論阿天的計 是會受益不少的 謝謝你 不要客氣 到此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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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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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